我们看这目前分时,现在中午11点钟分时 大家看综合指数的话调整0.6附近 这上阵指数 但你看这个黄色线,黄色线就领先指标 更多等圈指数,所以它更多代表小盘个股 跌幅是一度将近两个点,现在在1.7位置 日K线的话走在上周五的下一线里面 也是非常典型的运行姿态 也就是对它之前走势的进一步的一个确认 它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多空意见 所以在维持之前的运动和做进一步的确认 这个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认为上阵指数这边 它的60分钟MACD的结构需要一定的 这个需要一定的反复,所以是合理的 就这个区域还是看多的 方向上人就是看多的 只是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化解和向上转升 然后深圳城址这边呢 我们看小票也是跌幅两个多点 目前反拉起来 然后综合指数跟上阵差不多 也是可控的一个回调0.6附近 然后日K线的表达呢 也是在上周的被上周五的K线所包含 没有去做任何的带有方向性的那种运动 也没有创根 也没有创新高 也没有创新低 就在上周五的空间里面去运动和反复 符合市场整理向上转升的预期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本周的话认为小票 本周在技术角度 因为我们看平均股价 平均股价反映绝大多数股票 但大家注意 你现在的走势跟平均股价一样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好事情 理解吧 我们建议大家更多的关注优质资产 关注大票关注权重 已经讲了多久了 注册制到现在多少年了 大家不能够 还按着这个九几年 两千年初 对吧 二零一几年 二零一五 对吧 年之前的那个思路 去以小票小为美 这思路不行了的 注册制 环境都已经变了 那么改革开放了 你还在想啥呢 对吧 与时俱进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建议大家多要些优质资产 好吧 粉底关注优质资产 那你像现在平均股价这一边的话 平均股价这一边的话 呃 周线上面 日线上面都是很明显的 这个超跌反攻的需求是很明显的 所以的话 我们认为本周本周小票啊 也就是整体平均股价 深圳成长会有很不错的表现 啊 有很不错的表现 那今天呢 周一周一的话 他是小低开制 对吧 他低开之后进不得往下压 目前盘 目前在盘中还绿的不不少 对吧 呃 我认为这个都属于负赠的啊 属于本周上工之前负赠的啊 往往下多给你拓展点空间啊 啊 所以呢啊 大家这个位置啊 大家自己注意啊 是机会是风险自己看好啊 嗯 嗯 市场呢 嗯 大家就这可以借由啊 当前这一波对吧 可以感受一下啊 就有些特别是一些新股民啊 可能很不理解啊 对吧 大家应该看市场应该 会很直观的觉得 哎呦 做做做交易有什么难的吗 不就是十三四块钱把货一进 对吧 十八九块钱把货一出 对吧 十六七块钱把货一进 嗯 十八了十八多块钱把货一出 对吧 那这不就把钱给挣了吗 对吧 很多很多新投资者会这么认为 对吧 你自己看看现在 你就懂了啊 对吧 所以投资呢 它是一个反人性的啊 是一个啊 门槛很低 但是你要成功的门槛极高的啊 基本上做投资能成的人 应该做什么都能成 或者说呢 你做什么事情都很成功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投资 嗯 一般的一般的普通人是 啊 进来就是找死 对吧 因为你在过去看就知道了 在十三四块钱所有人都是唱空的啊 是对吧 十七八块钱好了 都开始看多了 对吧 所以呢 很搞笑的啊 但也很很残忍的 但这就是现实 对吧 然后现在呢 所有人都是看空的 这就特别棒 对吧 这就特别棒啊 啊 嗯 以上内容啊 然后大家自己注意啊 本周小票反攻预期特别特别强烈啊 然后啊 目前市场往下压的挺深的 但其实是一种反复确认的动作 没有实质性的啊 进一步的杀伤啊 目前是这样子啊 绝大多数板块啊 绝大多数板块 然后建议大家是以大为美 但客观上啊 客观上反转初期小票的弹性 会极大的发挥它的优势啊 长期以大为美啊 呃 目前局部的战术 大家呢 可以自行考虑啊 但那啊 你的选择 你就要承担它的那个压力啊 小票弹性好 向上弹性好 他向下弹性也好 但没有既要又要的事情啊 然后 早上的话我们看一下 早上的话主力资金是 嗯 啊今天早上9点36分啊 提醒这个资金是在化工啊 有机有机硅材料啊 化工有机硅材料 然后的话芯片这边呢 元器件芯片这边呢也是有半导体这边呢 也是有资金抱团的啊 也是有资金抱团的啊 这个我们早上看下来啊 所以题材资金主要还是在往 以芯片 这一个 为主的科技范围里面去流露啊 大家呢 可以多加关注一下啊 看上我的链接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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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